原标题 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5年 被授予少将军衔 1959年 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 负责领导二号工作 渡江战役即将打响 江面上一片翻影也没有 忽然 英国的驱逐舰子石英 从上海方向开来 一直到了三江英江面 火军大炮先是两发炮弹 算是警告 可他没当回事 一边还击一边向南京开 最终被我的大炮打瘫了 陈瑞廷将军家中 听他用那浓重的山东口音 说起了当时重创英国子石英号等四艘军舰的情景 老人神采飞扬 厉厉如昨 时而爽朗地笑上几声 不知不觉将来防者的思绪 拉回到1949年4月20日的长江江面 淮海战役后 三野缴获了大量的大炮 组建了特种兵纵队 具有传奇经历的山东大汉 陈瑞廷被任命为司令员 六个炮兵团 有四个是七五世纪炮团 一个兵团配一个 还有两个是美式榴弹炮团 一个兵团配备一个影 陈瑞廷没想到 炮兵组建后的第一次经验亮相 竟是渡江战役前夕跟英国军舰在长江上的炮舰之战 四月二十日早晨 长江江面镇江段 微风吹浪 一支翻影也没有 九点左右 一艘驱逐舰从上海开来 划破了战前的气景 进入东路解放运即将横渡的江面 并向南京方向开进 它就是英舰子诗英号 排水量有1500吨左右 部队就要渡江 英国军舰开来做什么 陈瑞廷说 要是它横在江面部走 或者突然向渡江部队攻击 就麻烦了 我们打了两发炮弹 警告它不要再向前 子诗英号置若网门 发炮还击 一番激战 我的炮三团就把它打趴下了 子诗英号 不得不挂出白旗 后来我军才听说 英国水兵挂的白旗 其实剩两条白色的大床单 可见当时他们多么慌张 我军于是停止了炮击 一看我军的大炮停了 子诗英号就掉头向南岸国民党军的阵地跑 陈瑞廷说 由于他不熟悉江中的航道 加上驾驶台被我军炸毁 航向失控 结果 一头闯入潜水区 在距我军阵地西南约七公里的地方搁浅 下午一点多 行驳在南京港的英国伴侣号驱逐舰 闻讯后前来救他 尽管来的方向出乎我军预料 但一到江面就被我们的大炮瞄上 指挥塔被炸毁了 舰长又负伤 伴侣号狼狈地逃到了下游的江阴 得知两艘军舰在长江上被解放军给打伤 傲慢狂猛的英国远东舰队开始报复 陈瑞廷说 远东舰队副司令梅登正好在上海 第二天新率六千多吨的巡洋舰伦敦号 还有一艘黑天鹅号护卫舰 想来找 回面子 这一天 正是我东陆军大举渡江的时间 中陆军4月20日晚上 已在吴湖渡过长江 维登选在这个时候气势汹汹地来 就是挑戏 伦敦号是远东舰队的旗舰 火力远远强于紫石英号和伴侣号 有时无恐 一道出世江面 就向渡江部队的北岸后方连续开炮 陈瑞廷记得很清楚 后方正好有个团在开会 伦敦号的炮弹 恰恰打到这个点上爆炸 团长当场就牺牲了 本来就欺负人 这下子更加激怒了我们 陈瑞廷说 特纵的炮流团和有军炮兵一起开炮 火力比前一天强多了 火力网一下子覆盖了这两艘军舰 伦敦号被好几发炮弹击中 其中一发打中了他的指挥台 打掉了他的烟囱 把他的舰掌卡扎勒上校炸伤 维登也被爆炸的气浪掀翻在地 海军制服被飞舰的弹片撕裂 打到这个时候 伦敦号舰内通讯中断 维登见我军的炮火车 这么厉害 知道就不出子时英号了 就下令放弃救援 返回上海 说到这 老将军双手一摊 哈哈笑起来 陈瑞廷强调说 我军炮兵当时的主要任务 是保障部队渡江 在炮击子时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时 只调了很小一部分火力 伦敦号逃跑时也没追着打 这本来就是一场政治战 上级起初也没打算击沉他 但英伦三岛举国震惊 丘吉尔叫嚣着要派航空母舰来 也就是叫叫 到后来也没应用了 陈瑞廷说着 哈哈笑起来 历史的车轮 不会因为一颗小石头而停下 伦敦号逃走第二天 百万雄狮胜利渡过长江 这次炮舰之战 是三野炮兵第一次与外国军舰作战 国军在这场作战中伤亡252人 不过英国军舰也遭受重创 当时上海出版的自林西报 援引英国海军当局4月22日的通报说 这场炮舰之战 此时英号死亡17人 重伤20人 有60人求水登岸后乘火车底户 伴侣号死亡10人 伤12人 伦敦号死亡15人 伤13人 黑天鹅号伤7人 此后 英国海军又公布 还有103名官兵失踪 陈瑞廷让儿子告诉记者 老人时常说起这次战斗 认为此一队解放军年轻的炮兵 是一个极大的锻炼 他还透露 解放军渡江后 此时英号尚被困在三江营那会儿 一位隋军女记者 曾靠近紫石英号 近距离拍摄了一组照片 其中有一张照片 让陈瑞廷和后人印象很深 一群英国水兵转过点去 背对着这名女记者的镜头 那种狼狠呀 和战败的羞愧感 以及英国人执拗的绅士风度 都矛盾地出现在这张画面上 陈瑞廷的儿子说 令人不齿的是 如此刻意保持绅士风度的英国官兵 逃脱时却那么不光彩 史料记载 1949年7月30日夜 趁苏南地区一次大台 封江起之际 已修复的紫石英号 挟持正好驶过 镇江水面的中国客轮 作为掩护 在壮臣多艘木船后 逃出长江 自鸦片战争开始 英国军舰在中国横行无际 炮击南京 炮击万县 中国只能受欺负 这次我们终于打掉了 他在中国的内核航运权 一百多年来 总算扬眉吐气了 陈瑞廷亲了亲嗓子 抬起右手 一字一顿地说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